中秋临近在江西吉安 中国传统村路安福县嘉西村 举行中秋烧塔活动 喜迎中秋佳节 安福中秋烧塔是一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年中秋节前后 安福县各村都会举办 烧塔先要雷塔 各村采用水泥沙浆 用砖砌塔机 用机制瓦雷塔身 这样雷气的塔 既能够长久保留 也装点了乡村 最难的就是收腰捐顶的时候 因为又要保持这个角度 要四平八稳 才能让这个塔全部一样平 对工艺的要求很高 烧塔 塔身为圆形 下宽上窄 底部有三个大口 用来添柴火和清理 上面有许多小孔 顶端封闭 塔的大小高矮不同 寓意也不一样 有象征生意兴隆 有起伏吉祥如意 也有寓意四通八达 团结一心 夜幕降临 村民纷纷走出家门 围在塔边 参与烧塔起伏 借助火光 村民们五龙灯 绕着塔游动 时而腾空而起 时而上下翻滚 大家手拉着手 庆团圆 终究烧塔 也是预祝我们蓝牙的僧佛 搞得红红火火的 僧佛就像这个塔一样 烧得越旺 越红火 中文字幕降临 中文字幕降临